一周不重样的 八种 面条神仙做法 好吃到只都不剩 第一种 家里有小孩上学的 一定要学会这碗清汤面 好吃又营养 碗里放西红柿丁 葱花 香菜 虾皮 紫菜 盐 鸡精 生抽 橙醋 香油 锅中打一个鸡蛋 煎至两面金黄 加入开水 下面条 有条件的再放两颗青菜 煮熟后舀两勺汤放碗里 再放入煮好的面条 鸡蛋 青菜 简单好吃又营养 第二种 以后想吃面条了 你就像我这样 做个鸡蛋酱面 酱香浓郁 一周八次都吃不腻 首先碗中打几个小笨蛋 给它搅匀打散 锅中油热倒入鸡蛋液 快速地化散 炒熟盛出备用 碗中放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一勺豆瓣酱 少许白糖 再加适量清水 搅拌均匀 药汁就调好了 并起锅倒入洋葱丁翻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鸡蛋 青红椒 倒入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 大火收浓汤汁 浇在煮好的面条上 即可开吃 喜欢你也收藏试试做吧 第三种 妹妹每次来我家 都要让我给她做这个麻辣烫 连汤都能喝干净 做法简单又好吃 锅里放一块火锅底料 一袋纯牛奶 一大碗清水 煮开捞出料渣 放入自己喜欢吃的丸子 再倒入自己爱吃的素菜 一起煮熟 然后放一块方便面 一点青菜和香菜一起煮熟 再淋上泄好的芝麻酱 最后放点葱蒜末就可以了 太好吃了 第四种 以后想吃炒面 不要再去外面买了 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 做法简单特别好吃 锅中水摊下面条 煮两分钟捞出过凉 油热下一个鸡蛋 给它炒出炒散 然后倒入自己爱吃的配菜 我每天都会分享 简单的家常奶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 还能找到我 炒至断生后下入面条 加生抽 少许老抽 盐鸡精 胡椒粉 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您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五种 这是我家一周 要吃八次的香菇肉酱面 做法简单 酱香浓郁 老公每次都要和孩子抢着吃 首先干香菇用温水泡发 再切成小丁丁 油热把五花肉末炒香 炒出多余的油脂 再放葱姜 倒入香菇丁 淋入一勺料酒 炒两三分钟 把香菇炒熟 调味放生抽 老抽 一勺甜面酱 一勺黄豆酱 少许白糖 胡椒粉 五香粉 翻炒两分钟 充分地炒出酱香味 加入泡香菇的水 大火煮开 淋入适量水淀粉 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 大火收容汤汁就好了 浇在煮好的面条上面 加上一把黄瓜丝 这样做的香菇肉酱面 酱香浓郁 三碗都不够吃 第六种 孩子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试试这个番茄鸡蛋面 汤上开胃 孩子吃了一碗又一碗 三个鸡蛋打散 由热下锅炒熟炒三备用 葱蒜末炒香 下入去皮的西红柿 加点盐 西红柿才能更快炒软 炒出汁水 加入适量开水 鸡精 生抽 蚝油调味 再下面条煮熟 放火腿 鸡蛋 小青菜 这样做的番茄鸡蛋面条 全家人抢着吃 第七种 只要家里有土豆 就能做出好吃的土豆焖面 土豆盯下锅 炒至八面焦黄 加点火腿片 炒到火腿焦焦的 加入葱蒜末 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鸡精 加一碗长姜水 放入儿子爱吃的面条 扣盖焖十分钟即可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第八种 下班回家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你就试试这个懒人柏油 泼酸汤面吧 做法真的是太简单了 碗里放葱花蒜末 辣椒面 白芝麻 泼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放香菜 生抽 香醋 盐鸡精 香油 水开 把自己喜欢吃的面条 和青菜煮熟 盛两勺煮面汤到碗里 放煮熟的面条即可 简单又好吃